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那么今天礼拜一 同时各位也听到 叮叮当 叮叮当 圣诞快乐的铃声 在这边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而且圣诞节 我想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每一年我都做同样的建议 其实我是主张 圣诞节也要放假的 所以因为外资都在放假了 那么整个行情里面 可以参考的东西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但是外资既然在放假的话 我觉得以后大家还是比照 这种礼拜六外资没上班 多放一天假 没什么不好的 那给大家参考了 但是今天来 虽然大家都有放假的心态 但是一定要做好准备 各位注意 那么我们认为 圆月效应的机会 应该是很大的 因为有很多股票 你说老师你讲真还讲假的 涨了1768点 你还跟我讲有股票没有涨上来 来给你介绍一个台湾很大的股票 而且你也可能认识的股票 你看一下涨了1768点 他的业绩在12月份跟1月份才会大爆发 涨了1768点 他的股价就这样横着走横着走横着走 请问一下 那圆月夫涨他涨谁 那过年前先把它赚起来好不好 这不就是所谓的圆月效应概念股吗 尤其是这么大型的股票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这次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过大型股 这次跑得比小型股还快 跑得比很多小型股还快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 表示什么 表示外资跟你来真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看到没有 来看一下 真的到现在都还没涨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讲说 那么今天就用这个标题来讲好了 那么2024年 赖 赖 赖跟这个赖是一样的 来分享这个圣诞五福星 其实我应该再加一格的 但是我下午再来加好了 它其实才有些带动类似的股票 例如说宏基会带动华硕等等这个情况 宏基会带动人宝 这个没关系有下午再来加 所以五个做领头羊的 那么带动五个族群 欢迎大家 这几天我也会陆陆续续的 来介绍这些所谓AIPC 里面相关的概念股 还有年初跟年底 业绩机会最大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直接这么说了 圣诞节 我虽然没有戴圣诞帽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圣诞节我们总是要有一些喜气 跟大家分享 你也想跟我分享 我也想跟你分享 第一个 你用LINE来做分享好不好 第二个讲 我们现在做老师很难 有的人说我就不喜欢LINE 那你就打个电话吧 你就打个电话 就来看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很多朋友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涨了1768点 结果坦白说一件事 还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没上车了 还真的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真的是赚到 你想要赚到的钱 我认为这个部分真的太可惜了 而且我们今天来 顺便也要再提第二件事 你看这是做好的 这是做好的做对的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说 其实你非常清楚 进则很会进进出出 而且进了股票 该进的时候进 该出的时候就给它出掉 该出的时候就给它出掉 我相信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各位应该很清楚 很清楚 1732的毛宝 该出的时候把它出掉 我在做这个进进出出的时候 我这么讲一件事情 当时有一个情况 大家都在一直想说 有一种讲法说什么生计股不好做 我们还是去做阳明 我们还是去做长龙 来注意 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岁末年初 今年过去 我常常讲说股票市场 只有切入跟卖出本身的问题 你只要能够在这个 假设你阳明在这边切入 在58块4卖出的话 那你英雄好汉你也是赢了 我还真的是这么告诉你 49块进去 60块钱卖出 英雄好汉我是赢了 今天我们其次第二个题目 各位注意一下下 就是所谓拉小不拉大 各位记得 上个礼拜五跟六的时候 四跟五的时候 那么阳明是不断地连拉两根红黑棒 可是长龙都不动 我跟你讲说各位注意 这就是你来找我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可以帮各位考虑很多的条件 我可以用我的经验来告诉各位说 这一次怎么一开始 你记不记得这个行情里面 一开始先拉闪庄 后来先拉万海再拉阳明 然后后面 奇怪了 怎么长龙都不动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出事了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出事了 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有尊重龙头的观念 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有尊重龙头的观念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新闻 都是错的 结果今天宣布说 马斯基又要回去走红海了 我就说这几个青年叛军 这加起来加一加可能没有几十个 美国军队打不过去 我就不相信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但是请你记得 这四个字趋吉避凶 跟我念一次 趋吉避凶很重要 这个趋吉啊 现在还真的得各位看到没有 我一直跟你讲说圣诞老公公 真的就是季辛格 季辛格一直跟你讲 强调说他要做AIPC了 他要做AIPC 他还能够利用AIPC超过台积电 我认为他讲的超过台积电 绝对不是金元大公超过台积电 他金元大公在追台积电 可能还要追七年八年都还追不上去 但是他现在保持跟台积电合作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他说两年之内要超越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超越他们的股价两年 以前台积电的股价 市值是英赖尔的三分之一 现在市值比他高 他现在脸挂不住 他说我两年之内 把台积电超过去就好了 超过去就可以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会非常非常的努力 特别是在AIPC的一个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圆月九号 我跟各位讲几次 我说这个时间点实在是有点尴尬 因为圆月十三号我们要选总统 那么圆月九号的时候 就要推出所谓AIPC里面 最重要的CES Las Vegas本身的电脑展 那请问一下他会不会很努力 请问一下他会不会很努力 但是请你注意 我认为宏基现在真的不能追 宏基已经连拉两次了 而且宏基拉一拉 华硕拉一拉 两个一直都流拉 这个时候真的还比较难追了 而且涨这么多 这个股本又超级无敌大 我认为各位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先看吧 这里是不是有个高点 在八月份有个高点 然后华硕已经超过去了 宏基已经超过去了 仁宝快要超过去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一次AIPC会把这些股票 都拉过所谓八月份的高点 能保有没有机会 有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更有机会 这个离他的前高 还有一定的小小的距离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来再跟我讲一次 第一个去找找看说 涨了1768点了 但是他业绩反而是年底会最好的 第二个是他的领导股 已经冲过高点 你看红基怎么会冲过高点 因为英戴尔已经先冲过高点了 就像以前为什么伪创会冲过高点 因为辉达已经冲过高点了 那现在英呢 现在为什么 那个331的伪创还在这个地方打混 因为其实包含下面的SMCI 就是美超围其实也在这边打混 但是各位 现在他也比较好了 我说D0号的也会看到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当然这里面不是伪创 你要像我这样去找股票 我问你这样有没有原业效应 当然会有 你做一家公司的老板 接下来2月份3月份 就要进入股东大会了 结果去人家跟他讲 人家涨了1748点 你们韵达都没涨起来 你不是也是这样子去想的吗 你觉得他做老板会这样子面对你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各位来看一下 来吧 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了 为什么这次我对于说营业达还蛮有信心的 为什么这次我对伪创还蛮有信心的 各位看到没有 连伪创我都对你有信心 我说伪创这个股票 因为它占伺服器比重很大 可是假设这中间没有做过伺服器 它现在就涨上去了 这就是因为伺服器被它抢走了 红机没做 所以红机涨这一段 但是现在红机的声音 当时红机是不是说我要做伺服器 现在我说我也要去做AIPC 有没有可能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转个身发个新闻稿就可能 发新闻稿只要一块钱就可能 看他想不想讲而已 你看看他想不想讲而已 有讲有差 一支听完两支听完 现在至少是20%左右 他没讲了大概就几%几%慢慢动 所以我说过这低点 在音乐达已经打底之后 就已经先有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音乐达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一样的道理 当这些股票都会涨的时候 你看像这个股票都要过这边的高点的话 这个离前面高点还很远 而且各位注意一下下 在美国在我们经济部的网站上面 我找到这个 这个AIPC里面非常毕业的股票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是销售美国品牌的第一名 在我们经济部的网站上面找到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来还是做这四件事就好 四个字 趋吉避凶 圣诞节反正多拿一点圣诞礼物 比方说就像人家走在路上 现在就像我走在路上 发糖果给你要不要接受 当然接受好不好 这是一个祝福 这是我给你的祝福 所以你要少LINE也可以 你要直接打电话来也可以 直接打电话可能快一点 因为还可以跟他问一问 然后这个也是圣诞老公公 我说圣诞老公公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Bowell 一个是季辛格 然后趋吉避凶 我常常讲一件事 股票市场里面你不要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好住 这个东西比较难 我反正听不太懂 很多人对AIPC还是觉得很害怕 很多人对AIPC的零组件觉得说 我可能不太懂 航海王我认识 但是我说你不要没有国际官 各位看到没有 军队护航过红海 美国此举被看衰 我都很觉得很奇怪 美国人要打几个 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个简单的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土匪亚了海盗 看他想不想打而已 他如果真的要打 一下子就挂下去 他只是有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说 为什么他现在组队没组成 一开始没组成 因为美国只要来帮你护航 他会要钱 至少油钱你要出 各位都知道说 我们台湾在这个 在李登辉时代 曾经有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航空母舰 经过台湾海峡 后来不是有解密吗 说里面的油钱是台湾出的吗 至少你要给他出油钱吧 没叫你说 上面的军队跟炮弹都叫你出 所以这一定会瞧几天 但是瞧好之后 你看马赛基马上就说好了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避开这个危机 各位注意看到没有 来吧 打完大抵先上车 先上车的人赚钱 后补票的人负账 不知道吗 不对 拉阳鸣万海 长楼没跟上来 上个礼拜四告诉你的 各位听清楚 基本上 这是上个礼拜五 写错了 今天二五二四 上个礼拜四就对了 各位注意 不对 散装上来之后 第二次没跟上来 我今天我会有朋友 我们是转过万海 转过育民 也转过正德的 但是我们没有套到半个海运骨 我们没有套到一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趋吉避凶 一定第一个叫逢低进场 你千万不要用冲动的情绪下去 你千万不要看很多节目都讲好进去 上个礼拜很多人讲这个海运骨 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 我们的祝福你要收到 我们的警告你要跟上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都很重要 现在你可能还没加入我们 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 你赶快扫我们的赖 你赶快拿到这个 元月效应的五福星 祝福你就可以跟上 那该毙凶的 有时候毙凶一毙开的时候 连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说顶多少赚一点点就好了 哪知道说 所以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下一段再讲好了 上一回跟各位讲说 这个要毙凶而已 毙了四成 毙了几个月 毙到现在说不定还是在毙呢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就算是圣诞节 就算是12月31号 就算是农历年前的最后一天 我都会告诉你 趋吉避凶 找对了 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敏感性的 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有自信 这一点经验才能够帮助你 我做了28年 我相信我这个部分 一定可以帮助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今天先来到圣诞五福星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市场只有5%的赢家 95%的节目都是宣传 90%的资讯都是无用 85%的新闻都是重复 浪费人生就是浪费赚钱的时间 一线谢天机 唯一支持黄老师 运达投顾黄老师 天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天天上网浪费时间 不锁定经济大师 运达投顾黄老师 28年的实战操板经验 东西把人筹码 了解散户需求 分析最强产业 掌握获利欺欺 读书做学问是一回事 重点要去做 分析赚不到钱 实战才能掌握机会 利可不打实战 掌握机会传线 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比赛开始 来咯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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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選误消息 不能信 上中全会网站查询才安心 113年1月13日临时起 就算投票日了 用LINE 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 会被罰钱哦 投票日当天 不能再进助选 错误通通OUT 1月13日 你就是选手 一起外民主得分 那么今天万海洋民长荣啊 真的是 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记得 拉小的 洋民是小的 万海是小的 然后拉小不拉大 这个时候 你心里头一定要知道说 哎呦这个族群走路是不对的 甚至你可能拿到的资讯啊 可能就会有问题啊 结果今天呢 我说真的一件事耶 各位看一下 连什么投信啊 外资可能都输给我这个经验了 我现在就直接讲 叫输给我这个经验 你看 本来卖得好好的 就去把他追回来 有没有发现啊 所以我说跟各位讲 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些东西呢 真的必须要从你的经验上面去 抓未来的一个答案 不见得三大法人都是对的 这就是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很值得各位在2024跟随的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地方 你说老师 那你的五福金到底会不会涨 我们来看一下嘛 这是叫万海阳明长龙吧 是不是那时候刚打底 是不是从这里 各位看到从这里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涨幅上来嘛 一二三 大概三支停满左右 下来嘛 对不对 各位这你看一次 我让你对嘛 那这个时候当时他还在低点嘛 所以当时你买进去的时候拉高 觉得说长龙没跟上来赶快卖掉 这个地方这是低点嘛 他都可以涨到这里了 我问你一件事啊 人家这个AIPC有关的 只是你把它忘记啦 销售美国的第一名啊 他都可以涨了 万海都可以涨了 他能不能涨 这才是从这个右肩开始算 这个是连右肩都还没有 他就在横着走耶 我问你一件事啊 他又没有 他又不用开船 也不用开飞机啊 也不会从飞机上面掉下来 说难听一点 除非火灾把它烧了 想说这个有的没的 但是各位啊 你觉得他会不会上去 这就是涨了1768点里面 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专业人士 跟各位会不一样 我们知道说 原来这个涨上来之后呢 有些东西就像 它会比较慢 但是它不会不来 这样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像這種 元月下映都要衝過年了 都已經打成三角形了 它會比較慢 它不會不來 所以今天就把這個五福星 跟各位來做分享了 這個禮拜的確 那麼感覺上是比較 因為這個目標太明確了 2353的宏基 這目標太明確了 外資也買 你也買 大家買 那現在已經跳空了 跳空就暫時不追了 這麼大的股票一旦跳空 缺口會被回補 所以暫時不去追它 但是下一個可能就要看這裡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群是第一個 這一次來講的話 本來走路比較慢的 現在本來以前是卡巴 不知道要去哪裡走 說AI伺服器來了 卡巴不知道走到哪邊去的時候 結果這次來說 這邊是誰 這邊是黃仁勳帶動的 黃仁勳帶動的時候 是這邊比較強 對吧 然後誰跟黃仁勳比較好 這邊長得比較多 那誰跟 誰跟不上黃仁勳的咧 那季勳閣一台 你跟不上黃仁勳沒關係 我季勳閣也來當聖誕老公公 那麼他當什麼 五月花使者 我當聖誕老公公 所以這邊也跟上來了 台灣因為本身就是所謂的PC 跟這個所謂伺服器 最大的一個代工公司了 那伺服器就是很大的電腦 大台的電腦 然後把它做小一點的話 就叫做PC 做得更小就叫做NB 做得再小叫做手機 戴在身上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穿戴式裝置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請各位從這個角度上面著眼 我們說過 他一講話的時候那不得了了 我們台灣的電子廠其實 我問你一件事 你一個清大畢業的學生 可不可以去音樂達上班 可以吧 可不可以去廣達上班 可不可以去宏基上班 都可以 所以這些東西他都會做 這些東西他都會做的時候 他馬上一轉身說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在看了 我說這些老闆 有的時候很精很聰明 那時候到這個地方說 我要開始做什麼AIPC 股價那個時候就停住了 股價就停住了 我說這個傢伙有 OK 那小的連續兩支停板 就這麼跳上來 這就是各位賺錢的一個模式 等你知道的時候 他可能拉回來 但是沒關係 因為前面有跳空 而且後面還有偽創 後面還有廣達 大家現在都知道說 我一開始只幹嘛 我一開始我這些公司只賣 因為AIPC都只有賣給公司 所以只賣給誰 有人說我賣磁技 這算小咖的 磁技什麼大A 電視台裡面有什麼散熱器 我今天賣給台達電 裡面怎麼去計算他的伺服器 那個都算小咖的 真正大咖的就是你跟我 有一天 我們大家全部通通都要用什麼 都要用這些所謂筆記型的AIPC 我當然會知道 我跟各位講 你等到到了元月9號的前後 我現在先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這些長高了你不要追 為什麼 坦白說一件事 我現在話就跟你說明白了 我一開始就跟你講說元月9號 而且是12月我就跟你說 那個元月9號要做這個AIPC的展覽了 好讓一句 沒關係 基本上來說的話 但是請各位到了元月9號的前後 第一個股價先漲了 第二個 第一批推出來的AIPC 坦白說你應該不會滿意的 說不定哪一台 我們不要這樣講 萬一林修士老師我講華碩壞話 我講紅棋壞話 說不定哪一台拿回來 奇怪了 你要把它翻譯成英文 它翻出來的時候 你有看過Google翻譯嗎 它是沒有文法的 它就照中文給你翻譯 我今天去吃飯 I today go to eat 它可能就是這樣子 知道嗎 它可能就是這種東西 但是將來一定會不完美 但是不完美一直到完美之前 股價會上漲 各位記得一件事 不完美 來 好吧 就是這樣好了 要講紅達電嗎 我那一年的歷史 我相信各位看到沒有 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這個iPhone1到iPhone10 到iPhone10的時候都人臉辨識出來 不完美到完美中間 它會不斷不斷的來做改良 那不完美到完美中 到了很完美的時候 對不起股價不會漲 不完美的時候 反而會慢慢的漲上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將來這個應該是標配了 現在是奢侈品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現在是奢侈品 將來是標配 這寫在第幾行 寫在這裡 寫在第二個 看到沒有 所以我每一個每一個 都有它真正的一個思考點 我希望今天聖誕節 就讓各位感受到 那個聖誕節的氣氛就好 不要在那邊講說 大家今天什麼衝進衝出 殺進殺出賺了多少錢 我覺得那個都是小事 各位看到沒有 今年最重要是7月31號 那我再考各位一件事情 還有什麼人要來找我 觀光類股今年最重要是幾月幾號 2743好 來 2734 各位2734 觀光類股今年最重要是哪一家 2745是不是 來 可不可以看一下 都可以 答案是7月1號 7月1號保險案例 來 可以看一下 自己去查7月1號 大概是7月1號 你說老師你能不能清楚 看清楚這裡 這也是我生日 我說隔一年它的假期就變很少了 所以做股票你不是在看當下 你不是要看後面的狀況 注意 做股票你不是在看當下 要看後面的狀況 做股票你不是在看當下 你要看後面的狀況 我認為紅機長到這邊不用追 你在追上去的時候 我老實說一件事 那到時你就會說 原來紅機的AI不過就是這樣子 現在的AI是像小孩子 才在打哨棒而已 將來要從青哨棒 青棒一直到成棒 等到你真正看到的時候 可能那個很拒絕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念到大學以後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現在AI還是一個小孩子 加那個筆電 就像我們一開始拿到手機的時候 只能幹嘛 只能打一打那個叫什麼 憤怒鳥 現在手機真的無所不有 所以各位注意到 今年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那麼是伺服器的3231的偽創 7月份 我都會幫你抓這些 然後明年一開始的股票在這裡 看到沒有 明年一開始的股票在這裡 說真的這還沒有勇氣可以買 過年的時候業績最好 還沒有勇氣可以買 那真的我實在也是滿佩服你 我就沒辦法了 注意我做股票一定幫你買低一點 所以今天來 今天就是來分享聖誕五福星 那當然是會拉到圓越下興趣 不會只讓你做這一天好不好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跟上來 少賴也可以 直接撥通專線 那麼更直接 歡迎各位 那麼喜歡我們節目 繼續支持我們聖誕五福星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喔… 跟著旗子走喔 好… 時間差不多了喔 準備上餐 快到台北了 我們要去高雄耶 我們從高雄出發了 我們是從台北出發的啦 我們是從台北出發的啦 你累了嗎 保利達蠻牛 精力充沛 保利達蠻牛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拨打運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市場只有5%的贏家 95%的節目都是宣傳 90%的資訊都是無用 85%的新聞都是重複 浪費人生就是浪費賺錢的時間 一線謝天基 唯一支持黃老師 運達投顧黃老師 天機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天天上網 浪費時間 督鎖定經濟大師 運達投顧黃老師 28年的實戰操板經驗 東西打人籌碼 瞭解散戶需求 分析最強產業 掌握獲利欺欺